今天的主题是 飞翔飞翔心解脱 产修之前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伸展拉筋 几次的深呼吸 你要从一个 还没有禅修的状况 进入到禅修的状况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重要 并不是要你 去把禅修想象成 是一个那么样的严肃 那么样的困难 那么样造作的一个状态 相反的 如果你平常 你从没有禅修的状况 进入到禅修的状况 这个过程 是让你自己 示意的 恰意的 是让你感到轻松的 自然的 你对于 这个步骤 是通透的 熟练的 那么禅修就会经常的 招引着你 也就是说 它对于你 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你是经常容易 听得见 那个内在的安宁 它向你呼唤着 你很容易跟它相应 你很容易去归顺于 深度的休息 佛陀他所教的禅纳 他并不是透过 人为的把注意力 锁死在一个中性的部位 或者一个物件 一个特殊的对象 而是一个远离的过程 具体的而言 就是远离 可爱 可爱 或是叫贪 它的最粗糙的 一种表现 它一种会让你的身心 去遭遇到 特别明显的 难过 疲劳 辛苦 那一种贪 叫做玉 再次它是最粗糙的贪 如果你平常 你的生活的惯性 是让你长时间的活在 玉界里面的人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生存的方式 你的自我定位的方式 你的娱乐 的方式 主要是 透过 对于 感官经验 深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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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失心 是围绕在这种方式上面的 如果你平常 你的自处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你 没有办法脱离得了 所谓的五概 五概的意思 好比说 像是你 经常要处在 那种身心匮乏的状态 经常要处在 很多的焦虑 经常要 处在 患得患失 经常要 处在 去猜忌别人 去用心机 去跟别人竞争 去试着 能够从环境 从他人当中 能够多截取一些 你热切渴望的滋味 如果你的生存的模式 主要是那样的模式 那么身心是 很大的不情安的 很大的不轻松的 而禅纳是 反其道而行的 你要能够从 还没有禅修的状况 进入到禅修的状况 你就是要知道 这样的原理 所以你能够在身心 去探索 去明了 那个被浴火 交间的滋味 像是人 匆匆忙忙的 超级的 着急的 紧迫的 内心有强大的 匮乏感 那种你如果有短的时间 没有给你感官的刺激 你马上就陷入无聊 马上就陷入 忧郁 低潮 苦闷 不舒服的状态 佛陀说 出禅 是由远离 这个动作 所构成的 远离 如果你做到小部分 那么就是在贴近禅 如果做到大部分 那么远离 就等于是涅槃 涅槃就是 彻底的 被舍掉了 那个可爱的状态 所以修学禅纳 它是 一个帮助你自己 一小步 一小步 但是稳健的 摆脱开 那个被 贪爱所盘踞的状态 你是要在身体的触感 这个层面 这个层面去了解它 或者是要在内心的活动 心形的这个层面上面了解它 都是可以的 那都是次等重要的 那那那的主题 它并不是要你去寻觅 去浸泡在一种特殊神秘的触感里面 你一直怀疑着 是不是因为你的定力不够 你专心度不够 所以你一直找不到那个处 你一直找不到那个别人所形容的那些美妙的泡泡 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气 有什么样的能量 有什么样的动能 实际上身体的泡泡 身体的触感 身体的能量 那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在身体触感这个层次 或者是在身体触感层次以外 有一个能够帮助你认清楚 掌握 那个叫瘫的这股力量 那股正在让你的妄念发动着 正在让你不耐烦着 正在让你的心习惯性的要去攀缘 要对各种的物件去趋近 去吞噬 那股原动力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样的原理 那么你就算是对于身体的触感不敏感 对于别人在报告自己的禅修经验的时候 所讲的那些神秘的能量流动轮盘 你完全没有经验 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相应部35.248经 他曾经提起到 轮回的众生 他最大的病 就是来自于自我认同 什么叫做自我认同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就是 当你在看电影 在读小说的时候 你对于电影跟小说里面的角色 你将你的自我感迁入其中 所以你暂时的变成了 那个故事情节里面的男女主角 你入戏了 如果你看一看你入戏的这个过程 那是因为你的注意力 他在你没有留意的时候 他对于某一种情境 像是一个人物 他的遭遇 特别的感兴趣 对他产生了情感上面的连结 也就是说你在看电影 在读小说的时候 你对于主角 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所以你一种带入情境的方式 你变成了那个男女主角 你想象着 你正在经历着 那个男女主角 所经历的时空 这个叫做自我认同 用在禅修上面 他的意思就是 当前觉知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 在你的感官 在你的知觉的范围里面 呈现出来的 身体跟心理的那些活动 你对这些活动在认同 因为你对他们感兴趣 你对他们着迷 你对他们有熟悉感 所以你的注意力 在不小心 也就是在无名 没有注意 被惯性推逼的状态之下 他入戏了 他迁入到了无运 所以你有一个具体的 我是这个身体 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认知 有个具体的 我住在身体里面 或者是 我是身体的拥有者 这种种种的 不同种的想 不同种的认知 不同种的连结 那巴黎文有一个 有意思的词 叫做 阿斯密迪 阿斯密曼娜 他们是 两千多年前 在现代心理学之前 就已经采用的 在形容 自我认同 这个过程 的这个词汇 所以当佛陀 他讲说 五蕴 非我 他说身体 不是我不属于我的 他说感受 不是我不属于我的 乃至 受 想 行事 都不是 我不属于我的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意思 他不是只是要你 很笼统的 很不缜密的 想着 无我的道理 而是他要你在 自己的身心里面去察觉到 你那个正在制造 自我的动作 你要怎么样能够察觉到 这个正在制造出自我的动作来呢 你看一看你的眼前 你有没有一个自我感 你是不是 心里面感觉着 我是住在身体里面的 我是那个承受着这些感觉的 那一个人 我的那个戏院的那个椅子 那个沙发 他就位置是处在 我的两眼后面 我人就坐在那 看着这个荧幕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认知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实际上 你的种种的行为 你对环境的应对的方式 你所流露出来的烦恼 在在的 都在说明着 你是有这样的认知 你是有这样的认知的 你对五蕴 是有这样的连结的 所以把注意力放在 那个自我感上面 那个我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 我是那个在听声音的人 我是住在身体里面 那个人 在当下观察他 也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发生着 你在他正在发生的时候 你去了解他 你去观察他 然后佛陀他所讲的 五蕴飞我 圣地只应该要对五蕴 做飞我响 他这是有很精准的 不含糊的意思 每一次你发现到 你在对五蕴 产生出这样的自我感 你就知道 你知道你正在 进行着自我认同 这样的动作 你知道 你正在这样子做 你知道这是毛病 相应故35.248经 告诉我们 你当下的这种惯性 你当下的这种动作 它是一种病 它是一种刺 也就是说 你是因为这样的惯性 而在受苦当中 然后这种自我认同 它作为一个惯性 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它是可以被反制约的 你可以改掉这样的习惯性的 实际上 在古老的印度 除了佛陀之外 在奥义书的文化里面 在沙门集团的文化里面 禅修者有这样子的 一个共同的认知 那个认知 就是 我们的注意力 它因为被误导了 它忘失掉了 什么叫做心 所以它是留住到 它是被导向到一个物件 一个对象上面的 也就是说 一个凡夫 他的注意力 是不断地在追逐着境界 在追逐着一个对象 这对象可以是你的身体 这个对象可以是心理的活动 刚刚的注意力 它是灌注到对象里面 然后它灌注进去的 主要的动机是爱 是可爱 那么入戏 跟自我认同 这个现象就发生了 因为当时的许多的禅修者 认知到了这种心 它在对象里面迷惑 它误把对象当作是自己了 所以在受苦 所以迷惑 原本的心是完整的 但是因为注意力 它是有趋近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它对于你经验里面的 某一个部分的区块 对于身心的那些现象 它特别的亲近他们 特别的去靠近他们 特别的是去钻进去 所以你产生出了 我是什么什么 我在什么什么 在我的对面是你 是他 是别人 在经验里面的这个部分 是离我比较靠近的 是比较亲近的 哪一个部分是比较陌生的 比较不亲近的 对我而言 他是比较不亲爱的 古代的禅修者 他们讲到 非想 非非想 无色的一个成就 他这个想 这个字的那个意思 那个sanya 这个字 的意思 简单的来讲 就是 你的注意力 他去贯注到了一个对象 他误把一个对象 当作是我 当作是我的 那个叫做想 所以什么叫做我想 我想就是 你把当前的身心的这个状态 当作是我 这个叫我想 什么叫做空无边处想 空无边处想就是 你把当前的这个无边无际的虚空感 当作是你的所在 当作是你的七心之所 所以那个叫做想 所以这个想这个字 它直接是跟你的注意力的活动有关联的 只要你的注意力 它不断地以爱 可爱的这个模式 去贯注到一个对象 那么就是 这个注意力 它没有在 认识心 它不懂什么叫做心 它是入境的 它是入了细了的 它是以那个对象 作为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很多的禅求者认知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追求着 飞翔的境界 无相的境界 也就是说 你的注意力 它不会被一个对象所迷惑 它不会对那个对象的召唤起相应 那个美丽的人类在跟你招手的时候 你不会热情的 踊跃地奔向他 当这个身心的影像出现了的时候 你不会毫不犹豫地浸泡在其中 然后我住在身体里 我就是这个身体 但是 一个禅求者 他就算做到了一个程度的无相 做到一个程度的飞翔 他并不一定 有能力 彻底的明了性 彻底的断除掉 所有的可爱 我用以下的这个角度来说明 无色的定理念 有一个定叫做空无边处 那是一个你故意认知到 没有界限感的空间 你以这个作为自处 你以这个作为七星之所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注意的方式 这样的一种想 它有可能是很肤浅的 是有漏的 它也有可能是很精密的 很深的 跟解脱相应的 跟出世间相应的 什么样的情况 它是很肤浅的呢 如果 你想象着 观想着 有无边无际的空间 然后不断地要维持着 这样的观想 那么 这种虚空感 它是造作的 它是想象的 它是一个 你透过用力 你透过维持着 这样的境界 所以你才能够 一个程度的 待在这种境界里面 这个是肤浅的 有一种比较深的 更加趋近伪的虚空想 它是你去明白 你的心 它的没有边际的特性 所有的边际感 的出现 它也没有妨碍 那个心 它没有边际 这样的一个特性 你对于这样心 没有边际的特性 你是归顺的 这种归顺的结果 就是所有的欲望的降伏 就是所有的 我慢的降伏 这个就是高明的 通向解脱的虚空想 佛法它的训练的方法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步一步的 它是为了要配合 当前这一个禅修者 尊重他的状况 而做调整 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人 的人而言 你教他 五蕴非我 好 他在这个程度上 他懂了好一个部分 五蕴非我 我不要把注意力 以亲爱的方式 灌注到五蕴 我不要对五蕴里面 产生出任何的 那个我在这里 我是这个 我住在里面 这些东西属于我的 这种认知 这样的情感 你一出现这样的认知 一出现这样的情感 你就不断地去对知它 你懂了这个部分 可是很有可能 你懂得不够彻底 所以你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的注意力抽离开了五蕴 我已经认知了五蕴非我远离了五蕴 我厌离了五蕴 可是接下来我心要放在哪里呢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呢 我若不是身体 那么我是谁 我若不是五蕴 那么我是谁 所以一个贪还没有穷尽的人 他会因为脱离开了五蕴的某一个部分 他接下来就幻想着我要再去哪里 他的我慢是没有降服的 所以尽管他好一个程度体验到平安 好一个程度 他是不跟五蕴纠缠的 但是他我慢没有断 三国的圣人 好一个部分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 虽然 对于粗糙的那些情境 他已经不会有任何的趋近 他不想说我要靠近到哪里 不会有任何的情境 美丽的人类 美丽的故事情节 特别浪漫的气氛 对他是有吸引力的 他心不会因为嗅到了那股芬芳 那个幽淡的香水味 他就想入非非 他心里面想 我要是能够靠近那个情境 他不会有这样的驱迫的欲望 可是因为他的我慢没有断 他的心是还有住的 也就是说他还要住在哪 他还要继续在寻觅 我在哪 他还不懂得完整的心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些 还没有彻底漏进的残修者 所以我们讲 我是不死之心 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问题了 你说我是不死之心 可是问题是真正懂得心的人 真正懂得不死之心的人 他明白不死之心 或者所谓的心 或者所谓的涅槃 他不是一个对象 他不是一个物件 所以你说我是不死之心 请问一下你的注意力 是要钻进哪里呢 你是要安置在哪里呢 再次的不死之心 他不是一个对象 他不是一个形象 他不是一个物件 如果你把不死之心 当作是一个物件 要去靠近它 要变成它 你说我是它 那么实际上 你已经不是真正在体验心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阶段的禅修者 我们特别跟他讲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解脱门 空无相 无愿 无作 不动 无所有 无相 非非相 等等的 这些叫做解脱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虽然 心 虽然 不死之心 它不是一个对象 可是为了要能够帮助那些 试着要脱离物运 试着要对物运产生出 非我想的人 他的心 有忌妻之处 这些人他是还没有到漏进 他还不懂得 什么叫做 你心根本就不用去到哪里 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还不懂得这一点 他一定要有一个安歇的地方 所以不得已就跟他讲 那你就安歇在解脱门里面的其中一个吧 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解脱门 其中有一个叫做不动 巴利文有的是把他叫做阿克巴 有的是把他叫做阿娘娘 什么叫做不动呢 不动的意思就是五蕴的状态 它是晃动 它是动摇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住在五蕴里面的时候 你认同五蕴的时候 你是来来去去的 你是感觉到动荡不安的 你是要跑到这儿 你是要跑到那儿的 你是这个电影里面那一个 不断的在旅游 不断在流浪的那一个角色 然后坐在电影院的你 这个时候忽然明白了 原来这个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角色 它是一个投射出来的东西 你之所以你入戏了 那也是一个投射 你的注意力投射 而形成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不断不断的脱离开那个剧本 不断不断的去瓦解 去降服你那个会入戏的惯性呢 你其中一个可以做的 就你的手 哇摸摸 你现在正躺着戏院的那个沙发 你摸着那个沙发的质地 然后你提醒你自己 眼前这个恐怖片呢 它是假的 我人实际上是在这个戏院里 你摸摸那个沙发 它的质地 或者是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你摸摸着 正在放映电影的这个荧幕 它的质地 它的那个粗糙感 它的平滑感 你摸着这个荧幕 然后你了解 实际上只是这个荧幕而已 那个荧幕呈现出来的东西 它是透过你的想象力参与 它才变得有意义的 实际上只是荧幕这个东西 你便摸着 那个荧幕它的质地 你便在帮助你脱离开 那个入戏的状态 这个就是解脱门 它的作用 严格的来讲 你也不是坐在戏院里面的那一个人 但是为了要帮助 那些还不明白 那个心 它是彻底的自由 彻底的空的人 你为了要帮助他们 能够诸行见词之息 帮助他们的远离 有阶段性的 所以你先退一步 你说你不是在那个电影里面 但是你是坐在电影院 正在坐在沙发上面的那一个 你手摸摸着 这个沙发的质地 同样的 如果你安住在向不动的解脱门 你在面对的所有的动荡 那些不断在生灭的 会晃动的注意力的 这些情境 你提醒着自己 那个不是我 我要瓦解掉所有 会专进那个 认同那个 在乎那个 入戏那个 的这一种惯性 我要瓦解掉他们 然后你暂时的 七星之所 是当前这个不动的特质 你的觉知是不动摇的 它就像是正在呈现着 那个电影的荧幕一样 它就像是 你坐在戏院里面 那个沙发一样 它是不动摇的 电影呈现出来的剧情 是那个飞机在晃动着 那个船在晃动着 那个马匹在往前奔跑着 但是荧幕没有在晃动 你所坐的沙发没有晃动 你会留意这个 所以它帮助你 能够做进一步的脱离 所以为什么叫飞翔 飞飞翔 一方面你知道 所有被你那个受 碍然推逼的注意力 所贯注的对象 它都不是我 所以你试着要超越 这样的想 可是在同时 你又没有办法做到漏镜 你还需要一个七星之所 你说我不是五蕴 我脱离开了五蕴 可是我还要住在哪里 所以你就暂时的住在 那个飞飞翔 的那个状态里面 这种脱离开情境 所产生出来的 无相的这个境界 你安住于其中 严格的来讲 你住 你还住在这个无相的境界 这个住的本身 就还是一种罗曼 但是没有关系的 你是一个已经听闻过佛法的人 被证件所启发的人 所以就连这种飞飞翔的境界 它也变成了你的工具 如果你是一个不具备证件的 那么飞飞翔的这个境界 它就是一个轮回的 无色界的一个状态 如果飞飞翔已经变成了 你的禅修的工具 在当中 你能够持续不断的瓦解掉贪 瓦解掉卧曼 那么飞飞翔 它就变成是解脱了 如果你能够 因为这个样子而体验到 而明白到 你的心的本质 它是超越一切对对象的追逐 那么你就明白 什么叫做解脱的心 你就能够高度的模拟 解脱者的心境 甚至你所体验到的 就是解脱者的心境 你的心跟解脱者的心 是一点点差异都没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佛经里面 对于飞翔飞飞翔 有的时候是批评 有的时候是称赞 有的时候是保留 有的时候是推荐 飞翔飞飞翔 它跟无相 它跟灭静定 它跟无相解脱 它跟解脱门 都有复杂 而且密切的关系 我们做的工作 不是学者 要去厘清这种关系的工作 而是一个禅修者 能够去清楚地辨识 怎么样的善用 这样的境界 让它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最重要的功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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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